我的世界11个冷知识或使用技巧 食物是MC生存模式中的重要道具 多样的食物有各自恢复的保湿度、饱和度和效果 其中蛋糕最特殊不记录均衡饮食精度 蛋糕不可堆叠和右键放置在方块上 无论使用什么破坏都不会掉落 它可以备吃7次 每次恢复2点保湿度和0.4饱和度 与它相关的精度有生日快乐歌 迷之盾彩是一类有趣的食物 它们有碗、两种不孤和某一种滑乱去合成 在均衡饮食精度中被记录团一项 其中用凋零玫瑰合成的会给予玩家凋零效果 是原版唯一致死的食物 一般情况下回复一定饱和度 所以总体上不会扣血 用兰花或冰菊合成的迷之盾彩很有用 前者0.35秒饱和效果最优情况下 会给予玩家共6保湿度和21.2饱和度 比金萝卜好但不可堆叠 而后者会给予8秒生命恢复效果 用兰花梅瑶草合成的迷之盾彩 是神算模式唯一获得失明效果的途径 有助于完成挑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熟牛排恢复8保湿度和12.8饱和度 而金胡萝卜恢复6保湿度和14.4饱和度 但在很饿的情况下 熟牛排能更快回满状态 因为饱和度不能超过饱和度 所以吃恢复饱和度 远大于保湿度的金胡萝卜会浪费饱和度 推荐Apple Skin模组 能直观反映一个失误恢复的饱和饱和度 几跑有很多有趣的特性 也许违反常理 单单几跑的消耗食物比跑跳快 整体老玩家都喜欢跑跳 比单单几跑快 但在速度2的情况下 单单几跑比跑跳更快 DFORE KNażD 但只要在他爆炸前 你在他脚边放任意方法 伤害减减减减少到半颗星 因为它爆炸中心在脚上 玩家的爆炸射线接触于接近零 墨影人又真小黑 只是他的眼睛会惹怒他 这时近距离再看他的眼睛会使他顺移 远距离看会使他定身 下届蓝冰船是一种快速廉价的交通方式 这种间隔放蓝冰两侧放墙 铁轨仿刷怪的架构最实惠 墙也可以换成玻璃板 前期可向图书馆里员大量购买玻璃 高文本不加模组调节伽马质的情况下 可以打开声音字幕和判定箱辨认不同怪物 古丽帕、蜘蛛和墨影人因为身高很好辨认 虽然古丽帕控险时没有声音 但他比玩家矮劫 远远感应到玩家并怀慢走来的是僵尸 很像走位并射出下最少的残射物的是骷髅 不动并在一段时间后认出下最多的药垂的圣语屋 《击杀墨影龙》是通关机的最后一步 很多老玩家都喜欢进展时跳披萨风 不像这样 这样在龙起飞时会甩飞玩家 重要的是莫影龙并不是调避伤害加持 所以这样前行或站着平A更好 持续挡住伤害也不会被击飞 铁傀儡是村庄的守护者 但杀死他们能帮助玩家前夕快速发育 如果你以后要跟这里的村民交易 手动杀死铁傀儡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或反复进行一项交易都会使村民涨家 可以用岩浆烧死铁傀儡不算做玩家伤害 安全的同时保证村民打折前相对优惠的价格 注意血量和控制岩浆收放 以防烧掉铁定 没有血量显示模组 也可以在三次列文后瞬间收放岩浆 钓鱼是许多MC老玩家爱干的事 当你获得了两根覆膜吊杆 一根耳吊而另一根是其他覆膜 要不够经验和并塌了是 你可以先甩出耳吊杆 这是游戏已经缩短了钓鱼时间 当例子出现再切换为另一根杆收杆 就会同时用上两根杆的覆膜效果 再见